為什麼台灣沒有疫苗 蔡英文下台 陳之中下台 不是說超前部署嗎 結果台灣全國國民 處於水生活中 政昌下台 民進黨下台 對嘛台灣政府這麼爛 看看人家以色列多啊 各位朋友今天帶大家去平行施工 看看那個提早買 疫苗的台灣法 中重點 阿平行施工到了 各位朋友這裡就是 那個積極買疫苗台灣 現在台灣疫情還沒發作 台灣人在家裡喔 我們的國產疫苗來不及了 必須去搶外國的疫苗 不管多貴我們都要買 哇好有魄力喔 可是陳之中下台 陳之中下台 為什麼 理由很簡單啊 你花這麼大筆錢 為什麼不留給我們國內自己用 為什麼你不負責國產疫苗 你花這麼多錢買國外疫苗 是不是黑箱 是不是脫離廠商 我現在要按鈴聲告按鈴聲告 我還要脫離國外廠商 陳之中下台 陳之中下台 怎麼這樣 不是說要寫以色列嗎 怎麼這個世界的陳之中也這麼辛苦 好我們接著看喔 平行世界的台灣政府 真的買到疫苗 現在要開始施打了 陳之中下台 陳之中下台 為什麼不是有疫苗了 為什麼要下台 因為他們買的疫苗 沒有通過三期 只做到二期 就拿給台灣人民施打 當台灣人民是小白鼠 是實驗動物 而且之後的施打數據 還要提供給廠商 我的天啊 出賣台灣人民健康 陳之中下台 看來平行世界的台灣也是相當痛苦啊 整天必須下台 好我們回到原來的世界 所以台灣到底能不能成為以色列呢 答案說不行 因為成為以色列最重要的條件 不是說資金充足 有遠見有魄力 懂得提早投資 不是先去搶國外疫苗 而是台灣內部要團結 你看看 我們公司接受外國捐助疫苗 結果會有人說 我們是乞丐疫苗 我的天啊 照這個邏輯啊 捐防禍衣 便當 飲料 消防車 各種 必需的物資 給我們消防團隊 醫療團隊的 喔喔 這不就是乞丐物資嗎 喔不能收 台灣內部 就是有那麼奇怪的聲音 他們就是整天唱出來台灣 假設台灣真的想要學以色列 我看也是學不起來啊 各位朋友 激動的太陽真的大 今天要吃一餐個店 就是要先 遠到 喝啊 真的喔 還很多人 我馬上去買看看 走 現場的人超級多啊 我已經點好現在等 燈燈燈燈燈 等燈燈燈燈 終於買到了 實在這麼簡單喔 太陽熱熱 趕快回去吃一下 走 開箱囉 這個是蚵仔針 蚵仔針 喔這個 很多朋友我都會買蚵仔針口味的 口味可以跟你講 根本跟真正的蚵仔針毫無關係 你看蚵仔針坦坦的 來 吃得通 顧名思義就是那個 有吃肉湯 對就是這樣子 馬上吃吃看 一開始先分開吃 喔蚵仔進來 喔 他這個蚵仔 鹹中帶甜 喔 非常暖滑 咬一口就直接滑進去 喔 你看筷子夾不住 然後接下來吃他那個蛋跟那個滑鼻喔 真的很滑啊 這皮上有個濃濃濃醬 你吃進去就滑哩滑溜 順溜順溜的滑溜滑溜感喔 喔 齊齊的 好爽喔 蚵仔鮮甜 麵皮滑溜 摻在一起會變成什麼呢 那就是 又鮮又溜啦 滑溜滑溜的 傳統小吃 配湯來 先喝喝湯頭 非常去膩 每一口都非常舒適 他的濕厚就像一片泥東西 來吃吃看 他的吃肉 雖然沒有什麼特殊的味道 但口感咬勁 非常一丟 混在湯裡面吃 邊喝湯 喔這個很舒服 所以正確吃法就是 湯湯 蚵仔鮮 用湯來洗淨你的味蕾 重新感受這個蚵仔鮮的滑溜感 然後在滑溜的口感之外 再吃吃吃個赤肉 咬咬的 等於是滑溜 新鮮 咬進 三層七巨全啊 合上一份鵝 多少錢呢 其實快 對那個 有點快 欸不值得 待會兒 再吃吃吃看 。